大家好,我是刘亦 为什么你做的凉拌海带丝 总是感觉没有饭店的好吃呢? 其实很多朋友都做错了 那是因为你没有掌握一些技巧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详细的做法 拌出的海带丝 清脆爽口,开胃简易 下酒又下饭 做法简单,你一定能够学会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首先准备干海带一把 我今天花了15块 就买了这么一点 先抖动几下 可以去除海带表面多余的盐分和沙子 有很多朋友第一步就做错了 买回来的海带切记不要直接泡 今天教大家一个新做法 先起锅烧水 水开后放入一个壁纸 把海带直接放入锅中 盖上锅盖先蒸制15分钟 15分钟后打开锅盖 把海带夹出来 像这样先蒸过来海带 泡发起来更加的快 吃起来口感也不会发硬 而且减少营养的流失 拿出后放入盆中 倒入温水一定要多清洗几遍 把盐分和泥沙彻底的清洗干净 吃着才不会太险和牙疯 洗海带一定要有耐心 最好是像这样一片一片的清洗 这些泥沙就能够很好的去除 清洗干净后 倒入温水 浸泡10分钟就可以了 接下来准备配料 大葱一根增加香味 先切成长段 没有大葱的 用小葱也可以 从中间切开 把印心拿出来 这个用来做葱油 或者是炒菜呛锅用 如果直接用来拌凉菜 会影响口感 把大葱像这样扣过来 再切成粗细均匀的丝 切好后装入盆中 香菜几根清洗干净 改刀切成段 放入这两样用来拌海带丝 非常的提味 切好后装入盆中 再准备胡萝卜一解 搭配颜色和丰富营养 削去外皮 清洗干净 先在胡萝卜的一面切上三片 这样胡萝卜就有一个平面 切的时候就不会因为打滚而伤到手 再改刀切成厚厚的薄片 胡萝卜是这个季节的蔬菜 非常的好吃 然后再白马整齐 切成粗细均匀的细丝 喜欢吃辣的还可以切入一些小米辣 或者是红辣椒丝 切好后装入盆中 接着准备大蒜几颗 先拍破 然后再剁碎 做凉拌菜 蒜的量可以稍微多一点 不仅能够提味真香 而且还可以起到一些杀菌的作用 剁碎后先放入盆中 再放入一勺粗辣椒面和细辣椒面 增加辣味和红亮的颜色 一勺的白芝麻增加香味 海带通过十分钟的浸泡 这时候已经可以了 用手指轻轻一掐就能掐透 然后捞出把水分控干 接下来改刀 先切掉海带的根地不要 再把海带从中间切成两半 像这样叠起来 再慢慢地卷紧 卷好后再顶刀切成细丝 像这样卷好再切 切出的丝非常的均匀 而且还更好切 全部切好后装入盆中 食材准备好后进行下一步操作 起锅烧水先来汆烫海带 放入少许的食盐和适量的色拉油 增加底味的同时 又防止营养的流失 而且颜色还鲜亮好看 水开后倒入海带丝 用勺子推动让其受热均匀 开锅后保持中火煮至两分钟 再倒入胡萝卜丝一起汆烫 胡萝卜丝汆烫的时间切记不要太长 要不然会影响口感和营养 开锅后煮至十秒钟即可捞出 倒入提前准备好的200开中 先浸泡十分钟 让其凉透 接着拎起锅 放入适量的葱油 不知道葱油怎么熬的 可以看我前面视频 放入十克左右的红花椒 炸出香味 炸花椒油也有小技巧 一定要保持中小火慢炸 这样香味才能够很好地释放在油中 炸至花椒微腐 然后捞出花椒粒不要 这时候海带已经凉透了 倒出控干水分 接着把炸好的花椒油浇入碗中 最好是分两到三次浇入 这样香味更浓郁 调味放入少许的盐 半勺的白糖活味提鲜 生抽酱油两勺提味提鲜 一勺的陈醋增加酸香的方位 吃着更开胃 再倒入一勺的香油增加香味 用勺子先慢慢地搅拌均匀 这样再来拌至食材味道就特别的均匀 这也是一个万能的凉拌汁 拌荤菜素菜都可以 把控干水分的海带放入盆中 倒入提前调好的料汁 切好的葱丝香菜也一起倒入 用筷子慢慢地翻拌均匀 稍微都翻拌几下 这样很容易入味吃着更香 翻拌至成这样的效果就可以了 颜色特别的鲜亮 看着就很有食欲 装入盘中就可以美美地享用了 把没有吃完的海带晾干后放起来 吃的时候用温水一泡就可以了 这样一道简单家常香味浓郁 开胃简腻的凉拌海带丝就做好了 更多家常菜请关注留意美食 感谢您的支持 喜欢的朋友记得帮忙点赞评论转发收场 我们明天再见